大家請就座 我們現在進行的是在大體討論 那當然其實很多的意見 包括程序上的意見 大概都是可以放在 大家都可以在這邊提出來 那主席在這邊還是做一個說明 因為陪審制跟參審制 這兩個制度雖然有一些訴訟程序上面 可能是相同的 但是從一開始名稱 還有陪審團、參審團的組成成員 就不一樣 所以有上一屆的經驗 還有相關的這個法條的比較 沒有辦法客觀上 不可能把兩岸放在一起審查 那這是主席做的決定跟判斷 那為了讓委員會審查法案有效率 所以這兩天我們是專注在參審制度的一個審查 也就是針對司法院跟行政院兩院會顯版 我們來做尋答來做逐條的審查 那當然希望說在意識上是有效率的 那如果說你是以陪審團的前提來討論這些法條 當然就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做這樣子的一個意識的分配 做這樣一個意識的安排 然後讓這個參審法的這個兩院會顯版的法案 可以做一個有效率的審查 至於時代力量黨團提出來的陪審法 那我們當然在委員會 我們也會排案審查 只是說在主席今天的規劃範疇裡面沒有放進去 那請大家一起來關注 也請大家不要緊張 我們會好好的來審查 只是說要讓意識有效率 也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今天就是還是會來就參審的一個國民刑事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 這樣的一個兩院會顯版 逐條來做討論 好那這是主席的一個才示 好那我們接下來大體討論 我們就進行到這邊 等一下等一下 好李委員 大體討論怎麼會就進行到這邊 不會啊 那個我剛才聽那個邱委員的那個意見 他的意思呢 是希望就是把這個陪審的跟那個參審的部分呢 能夠把它併在一起討論 然後決定才是說到底哪一樣的制度 其實是對台灣最適合嘛 對不對 那如果按照主席才示的情形呢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案子呢 是在參審跟陪審呢 在今天他不能夠併案的話 假設我剛如果聽主席的意思這樣 那在協調的時候 在在朝野協商的時候呢 他也就是陪審的概念也就不能夠進來了嘛 那這個會跟我們現在一般的民眾在反映說 尤其是今天開了這個記者會啊 他們在立法院開的記者會 對於就是說 應該採用陪審制 他就是一個相抵觸的 所以主席你今天在決定的時候 記得說在你這一刻你就直接把陪審制封殺了是不是 來 柯總莊 柯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 立法院在審查法案 當然立法院必須要立法院的遊戲規則 那審的以及正當程序上來進行 那既然已經這個排審的時候 那禮拜一上禮拜已經把中報表弄出來了 那也排了就是只有一個案子 四萬元的案子 國民三審 那昨天也完成了巡打 禮拜也完成巡打了 那今天去去審 當然另外再來就是大禮討論 大禮討論通常在審查法案的時候 一般有時候都沒有大禮討論 即便有人講講完就進入竹條了 這是程序性的問題 那今天跟邱源氏委員乃至於跟貴民 還有民眾黨 賴招委都在有談過 這程序上遵循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否決的 因為走到這裡來 OK 那也請責邱源氏委員的理解就是說 大家和我講沒關係 但是呢 對於國家面對一個制度的變革 我想大家都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沒有錯 那說要改革到底要不要往前走 要走國民三審的話 這個論戰 不是只有今天開始而已 那 學者專家所有社會議員都投進來 我也承認 市改會有一些朋友 那些都是老朋友 他們非常堅持他們的意見 但是另外不是說 外面開個記者會 所以我們今天要整個議程就要改變了 那不可能 也不可能這種的行刑 大家活用尊雕 執政就是要負責 執政要負責 那你執政黨要載什麼制度 也經過周園的思考 也經過這個制度 晚近十年來 裡面這個論戰太多了 從關省 然後再一直走到這裡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我想 李公元委員剛才也跟你們協調過 就是說 你下禮拜 你要為了培診室開一個公聽會 一以尊重 那周園室也對這個蠻 得到同意 那接下來就是說 下下禮拜的時候 下下禮拜還有三天委員會審查 假如我們今天 今天或下禮拜 把這個 條文審完 當然有些要保留部分就保留 我們會旅遊一天來審查 培診室 這個 這個OK 也OK 就是在最後一天 因為 坦白講 差異度就是在什麼地方 就是在整個制度設計 和裡面關鍵性的 的一個設計而已 那引到秋元委員所談的 他說 他現在這個版本 也是這樣差不多 哪說哪走 那當然最後的制度選擇 不是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所有人可以檢定 那是到宴會去了 宴會 宴會去了 然後 操委學長 你也可以修正 那不管你在委員會的操委學長 或是等一下的操委學長 你也可以修正 修正 現在目前的條文 但是看起來 你也不是這個委員會 沒有人幫你聯署 你可以表示你的意見 好 最舊 最舊的操委學長 你可以用黨團兵 提出來嘛 那這個過程就是 立法院 這麼幾十年來的遊戲規則 也不可能 任何一個人改變 那我們 建立在彼此 非常尊重 而且對於外面的 不同意見的看法 我們也尊重 也理解 但是呢 就在最後 總是要面對 大家要去負責 那 外面 有 這個所謂的這個 市改會 我也是跟他蠻熟的 但是呢 這個有的事情是 不是說 任何一個團體的主張 或是我個人主張 或是一黨的主張 所以能夠一定要怎麼樣 就怎麼樣 通常立法院也是合一之道 最後也會來處理嘛 那 結論 我們就 照 照沒有這樣走就好 因為不可能走到這裡來 不可能說今天不審 上會 也不可能 好今天 這個 停下來換省 陪審 也沒有這案子 所以已經走到這裡來 但你討論假如有人發言 發言沒必要 就進入豬條 我想這樣 下禮拜 下禮拜你的陪審 陪審公聽會 你幫他聽一聽嘛 你幫他排 這樣好不好 大家拜託了 好 邱文 主席 總召各位同仁 就是 現在應該是 我們主要的主張 是說有一個對照 這個比較的機會 因為這個 其實秘書長也非常清楚 這個 這個 陪審 參審 那他的這個制度 本來就是各有優劣嘛 那我們只是說 希望把這個部分呈現出來 所以現在應該就是說 這個 27號那一週 可以排這個 陪審嘛 排這個實例的陪審法 那 兩個 這個版本 出了委員會之後 在這個委員會的草野協商的部分 是 併程一案 剛剛跟這個 柯總召有討論過 就是併程一案 那大家來討論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主要的 目的啦 也是希望說 這個確實是一個 我國 這個 審判制度的變革 一個非常重大的 一個 一個變革 所以希望就是說 以 陪審跟參審 都能夠充分的 被討論到 然後那個 比較也能夠被充分的 被呈現出來 然後再 這個 來做 這個決定 好 來 李委員 第一個那個 回應剛才 那個總召還有 我們 求委員的這個意見 第一個我要釐清的 就是說 我們今天的訴求 並沒有變更議程 今天的議程是參審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變更議程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建議 就是在聽過陪審的 他的這個案件之前 先不要進到竹條 的一個原因是說 那個精神 因為我們都知道他是兩個不同的制度 我們都知道 陪審跟參審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制度 你只能夠二折一而已 你只能夠二折一而已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要進到竹條呢 其實你已經跟外界講了是說 我們從概念上面來講 已經採納了參審 陪審制度就是被封殺了 這很簡單啊 就是說你是一個民主國家 還是你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你本來就是因為你有個 組織架構 概念上面的不同 你下面形成的這個組織架構 自然就不同啊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 你要進到參審的竹條的討論 你要講說精神上面來講 你可以把陪審的精神納入 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不只我不相信 外界也不會有人相信啦 所以當你今天要進到竹條的時候 你其實是告訴外界說 我今天立法院已經封殺了陪審制度 那麼其實我們下禮拜要開陪審的公聽會 它已經沒有意義 因為那個大家都知道說 你根本就是玩假的 你的參審的部分呢 已經進到竹條討論 所以這個它會變成是一個假議題 我剛前面提到的就是說 官審也好 參審也好 陪審也好 它都是一個制度的一個選擇 就像你要選擇民主國家 你要選擇共產國家 或社會主義國家的時候 因為它的上位的架構不一樣 它實際上面的內容 它就會不一樣 這個那另外我在提醒邱委員的就是說 剛才趙偉啊 你剛還沒進來之前 趙偉他這個才是 但是他說什麼呢 他就講說 這個因為兩個法案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的東西不可以進來 那如果說你的東西不可以進來的話 那基本上面來講 在朝野協商參審制的時候 我是問你的陪審制度 怎麼可能進得來 那剛才又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是說 邱委員啊 因為你時代力量在那個司法法制 不是這個本會的這個委員 所以剛剛講提到就是說 你的部分呢 可能你只有講 你並沒有真正的那個 表決的這個這個權利嘛 那還是要回歸到這個院會裡面 但到院會裡面 如果按照剛才趙偉的這個才是的話 那基本上來講 這還是兩個制度喔 你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協商的是什麼案子 協商是參審制的案子 如果按照那個邏輯的話 那你怎麼能夠併入呢 所以邏輯上面來講 他其實都不通啦 以上 好 柯委員 你跟委員講的 好像是有點道理 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衝著你第一句話講說 沒有聽喔 沒有聽他們我們不能審下去 今天委員會的排案就是這個一個案子 假如說兩個案子 當然 兩個案子 曾經有兩個案子 都擺進來 當然就表達一個案子 都應該不審一個 還是兩個一起審 今天是排一個 這個議程已經確定 而且進行中 進行到主條討論 所以說 不可以說不聽你的 我們不可以審 不可以 但是 基於對陪審制度的尊重 當然才會有公聽會 所有後續 再排一個陪審 陪審制度的審查 這個是 這樣才能夠進行啦 所以我要告訴你就是說 上位的架構 上位的架構 你所謂上位的架構 當然上位的架構 有不同的架構 很容易思考 不同的制度 這值得辯證 所以分開來去處理 那高教掃偉想說 要選擇哪個架構 然後用另外一個架構 去修正哪個架構 這是民主程序嘛 不可以說 你不聽我的 你不太信 你歡迎教授法案 大家都拿案 我的法案 沒有一個人做的 能做的到這樣 其實都沒有一個人做的到這樣 這是已經程序中的進行 那是真是假 難道只有 我們今天所有程序都不要省 只有省陪審才是真嗎 有可能是這樣吧 這個到最後大家 共同負責共同議決 這是何一致的問題啊 那那個人選擇那個制度 你在哪一邊 是你要對自己 自己的行為負責 自己的理念負責嘛 齁 這個話只是針對說 我們今天所有的國家制度 只對一種制度負責 那些人聲音很大 我們就惹不起 那我們趕快收起來 也不可能這樣嘛 那我講這話 也許他們不舒服 但是我講的是很實際的 我們都聽到各種聲音 我也知道 他們傳證信給我 過去有跟他商量 集中過 我們共同走過市場會 我們剛才合作過很多案子 但是呢 這個啊 這種事情 是日晚要攻擊的 政黨要處理的啊 那所以很抱歉就是說 我們還是很理性的面對這個事情 沒有所謂真的說 所以假的 那誰的主張 或者都是支持 當然 你 站成這樣了 你明信要負責嘛 兩邊都可以 有人會評判的 完全不改也可以啊 那 我對這個事情想要這樣十年 說台灣人 沒有辦法走到陪審嗎 不知道參審嗎 他是不是想起來 這種狂狂怎麼 那整個思凱 是一步接一步的 接棒了嘛 一步一步的改嘛 我 我在這裡 上次我在這裡講過 這是我一步來的嘛 走到這裡來一定是要改嘛 所以是我改革才會 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們在這個日晚也求了太多法案了 大家很清楚 那今天面對一個 就是說 程序已經到這裡來 難道就是說 啊 至少 邱仁智剛剛跟他溝通 他也蠻理性可以談的人 大家都可以談的 是大家面對嘛 一步一步走 所以不可能說 欸來 我陪審我們不用說 這架構不說好 不用說 我們就贏了 只要這樣的話 你完事一個人控制也不可能啊 也不是我講的算數的 這三個都要來討論嘛 你如果民眾比較多人 你如果要這樣 你民眾要服責 就這樣而已啊 當這個過程 除了 委員主角討論以後 會發生一些問題 還有炒爾鄉 還有過程嘛 最後 最後還有一些過程 大家可以再討論 我還是懲懲懲懲 應該差不多要 可以了啦 差不多要 要 要啟動 這個程序進行的嘛 今天不是大家 對表演 對做表演 或做給誰 任何人交代 或任何團體交代 我想大家應該 我一直講說 立法院審查 在做審查預算的時候 審查法案的時候 再開會的時候 要把外面的聲音全部 用音頻障 聽起來 我們再自己平良心來看待 就好了 來 整天要呼應直播臉書怎麼樣 那些都是不是 這個社會應該有價值啊 好 請問 就是對司法院的版本 我們當然 持保留的態度 但是呢 就是說我們也尊重 司法院這個 包括這個秘書長 或者是說這些代表 那針對這個院版的部分 當然有充分討論的機會 那同樣的 就是說現在27號的時候 應該是說27號那一週啦 趙偉也同意說也 排審時代力量的 排審的這個版本 那我們當然就是說 這個前後 不要對照的這樣討論 那就是前後這樣子討論 那這樣的部分我們是同意的 那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那 前後討論之後 充分討論之後 這兩個版本 都出委員會 那在委員會 出了委員會之後 在這個委員會的這個 朝野協商的時候 能夠 因為這 確實是說 這是一個 這個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 這是一個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 所以為什麼它會有可相提並論性 為什麼它會一直在被討論 就是因為它在某一些部分的時候 它確實有可相提並論性 只是說細部的設計 它的配置的問題 所以 在委員會的朝野協商的時候 就是 我們就是說 並程一案 來討論 然後有一個比較優劣的機會 那現在當然就是說 先討論這個施法院的版本 那27號那一週 我們來討論這個陪審制 那 這部分我們是同意 好 好 李貴銘委員 好 那個 我講一下我個人的感受 我在上次舉行那個被害人的公聽會的時候 司改會在討論那個議題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很多的點出來 其實都蠻重要的 也是就是說 一般人可能沒有考慮到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認為就是說 在讓這一些的民間團體 當然從總召的角度來講 他已經當委員當很久了 所以他對於整個經過的過程來講 來龍去脈 他非常非常清楚 可是在這一屆第十屆裡面呢 其實 有很多的這個新任的委員 尤其是在本會裡面 所以為什麼我會認為就是說 讓本會的委員呢 最起碼有一個機會 他能夠了解到這些民間的聲音 為什麼他認為說應該採納陪審制 或者是說為什麼他認為 其實兩岸並行是應該採納的制度 我覺得最起碼要讓他們有一個說明的機會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排了下個禮拜 要聽公聽會的原因 因為那個公聽會呢 他是真正的能夠讓這一些的民間團體 把他的理由講出來 那我剛剛前面已經一再的提到了 就是說 當你的概念上面來講 這個邱委員希望就是說 這個陪審呢跟這個參審制呢 兩岸他可以納入同一個協商 其實按照 這個當然招委待會可以再釐清一下 就是說你不是那個意思啦 就是說今天他不能夠排進去的原因 是因為他認為這兩個案子是本來 就是不一樣的案子 所以他沒有辦法把它排進來 那同理可證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既然他也是兩個不同的案子 那你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自然也就不能夠併案 所以這個是一個 當然招委待會可以釐清的 第三個呢就是說 今天如果陪審是一個重要的 也是可能將來可能本會的委員 或者甚至本院的委員 在聽過之後都覺得說 這個有道理的話 那應該最起碼讓他有這樣的機會 他可以知道 那你今天講說 我已經早就在上禮拜 就排了今天的議題 但是我們聽到的民間的聲音就是說 第一個 司法院當初是本席負責的單位 那原來呢 我的順序是說 排了公聽會之後 然後再排這個案子 讓大家可以去聽 可是因為那個周遭偉呢 先排了 但你今天因為先排的情況之下 讓很多民間團體他的反應呢 他是措手不及 他沒有機會 他沒有機會來表達他的意見 我認為這個東西對民間團體不公平 我在提醒邱委員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那個執政黨呢 在立法院裡面 他是多數黨 所以當他這個東西沒有辦法在前面的過程呢 把相關的意見納入的話 到了這個委員會裡面的表決 院會裡面的表決的時候 基本上面來講 這些的意見的反應呢 全部都會沒有辦法去反應 因為他只是作為一個形式上面的一個審查 我同意就是說 總召呢 他從當任委員的時間很長 所以他對於整個經過 非常非常的清楚 這個我也沒有 沒有任何的這個懷疑 但問題是說 對於新任的委員 是不是最起碼 我們應該讓他有一樣的機會 如果今天參審制的確是很好的一個制度化 你不怕呀 你不需要怕呀 因為參審制度 自然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我相信司改會 也是一個總統很重視的一個組織 他的意見的反應 為什麼本會的委員 不能夠先聽聽 然後再來決定呢 這是我的疑問 女委員 我們說幾個不久 我們說重點 你說讓他這些委員 能夠聽聽陪審是什麼 然後來審查 我們下禮拜就要公寧會 接下來我們也會排一個陪審制的審查 也會給你表示意見啊 沒有一個法案 就是說這個委員 全部大家集中 或者說訓練過了 集體交易完畢以後再升法案了 每一個委員都面對挑戰啦 坦白講 這個都立委是很辛苦 要發言都很小心 人家漏氣 我說這個不對 大家都走過這一段 坦白講 包括我今天 我今天每天工作18個鐘頭 我要看很多法案 我不好講錯啊 每一個都要學習嘛 那是每一個要負責 這比較重要 你最有意外 你跟他算 你就是要負責 你聽他講話 他表示意見 表示意見太多 那邊要討好 這邊要討好 要用網金 那個都不必做了 這個都不要做了 我的意向是這樣的 所以我常常被公審 我也不care 因為 人要 要承擔嘛 讓 財產危機 進退失機 這個是什麼政治人物 國家也不能這樣搞嘛 當然 我今天做 我 我比較 贊成 我說贊成 國民太審 一定有一定人罵我 我贊成陪審 一定有人罵陪審的 一兩官都 一媽一兩官法官都不同意見看法 邪惡專家都不同意見看法 邪惡專家都不同意見看法 這個討論再討論 你 你 你來做立法委員 你來做立法委員 你來做立法委員會負責 你來臨情一口氣 每天發言都不一樣 等一下下午我們要協商 好 那個條例了 又選擇這個武漢肺炎 每天大家都悶著很大的挑戰 我了解每一個人都很辛苦 每一個人都是 在一個壓力 底下去成長 這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我以前委員他一定要委員 他真的要來試吧 他覺得 不錯 學很多 沒辦法 那你坦白講 你說 只有寫法律能夠在 試法不見得 所以我是覺得 因為 你所要說 要 你講的問題都有處理 包括公益庭會 包括下下禮拜 也有陪審 這走完以後 大家再來討論 也可以 到底是哪一個案 修哪一個 社會還有論證 還有大家都 基於來議決 基於負責 是不是這樣 我們差不多 長範圍 不要講太多 可以開始了 我說 好 這應該要開始了 好 李委員 那個 我釐清一下 我並不是說 拒絕討論 我是從 這個審案的經濟成本效應上面來看 原因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說 第一個如果你是民主體制 民有民治民想 你是一套的組織架構 你有你行政的單位 立法院監督行政院 然後呢 這個 其他的這個司法院 它是處理其他東西 你是很清楚的 但如果今天你採納的制度是共產主義 你採納的是社會主義的話 那他的制度呢 就不會是三權分立等等的 那你今天要的是說 好 我們呢 因為呢 這個 今天已經排了議程 所以呢 我們就今天就先把我們要的這個制度呢 就全部的把它全部都審完 然後呢 等到下下禮拜的時候呢 然後再審另外一套制度 然後再把他的制度呢 逐條的再全部的都審完 那你就是說 同一件事情呢 你就是做了兩次 你做成一件事做了兩次 那我現在只是講說 為什麼同一件事情 你不讓他做一次 也就是說今天你是要採用社會主義 還是你是要採用民族主義 先決定 先決定 你今天是要用 陪審制 還是你今天要用參審制 在你決定完之後 這個組織上面的上位的概念 已經確定完了之後呢 你就會走下面的流程 你不需要走兩套啊 你不需要走兩套啊 因為你的上位概念 既然決定了之後呢 你就只需要走一套 所以我的意見就是說 當你的上位概念 你現在要講說你上位概念是參審 還是陪審 你不知道 然後呢 你今天要去討論 那個實際上面的內容 我覺得那個根本是 不可能 食物上面來講 更不可能 因為你的組織架構 你的精神上面來講 它本來就是不一致的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還是要拜託 說招偉要財事一下 就是說您剛剛前面提到說 今天的部分呢 他是不能夠併案審嘛 那朝野協商的時候 如果今天不能夠併案審的話 那為什麼朝野協商的時候 他是可以併案 這個邏輯是在哪裡 我來代替招偉回答一下 招偉好 審殺法案當然是 就是 排定就是這個法案 就是這個法案 那 邱 邱全日委員 也提出 我們 大家 彼此同事都關心 而且這個司法制度這麼重要 我們大家可以寫 可以談的 所以才有談 就是說 沒有這個行業 沒有這個行業 大家比較沒關係 這當然是 這不是從共產民主的抉擇 這是一個司法改革制度 要變革 社會要來看待這個事情 那我相信 因為 有 過去一些老朋友 司法會的人 非常堅持 陪審事 我也碰過 我不是不知道 這些人我比李貴民太熟 他現在看電視一定在罵我 那也會 比是認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 我敢說 直接說兩名話 要討好這個 要討好這個 這個 做人也不應該如此 對不對 這個法案的程序 已經走到這裡 只有這樣一個 今天就排這個 除非你有能力 有能力 把今天就停起來 我們 民主動議 我們三會後事 我們這邊跟議程 那是一回事 大家很不來嘛 走到這裡 邱全日也同意 然後我們也把 大家都同意 然後下禮拜開公議 再審 陪審 沒有關係啊 那最後 走到哪裡 當然你還可以說一下啊 不然說 我正常主任 你如果沒有 從我來陪審 就是從家 所以也沒有這個事情 對不對 不可能這個事情嘛 那 那 有人來遊說 有人來攻擊 有人來讚美你 這是一回事情 你要對自己負責 這個政黨要負責 這是可惡很久的 很艱困的結責 我們 大家都 曾經在這個領域裡面 都 曾經走過 很多都知道 我也 大部分時間在在野黨 以前我能數二十幾個 我們也是一樣 就照程序來講 或是否會贈你 族一臺外一信 這個 這個事情不能搞到這種程度來 那既然 已經走到這裡來 我覺得 假如大一討論 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應該主角就開始 後面 我們希望 就 有位女委員 你的公眾會我們會好聽 好不好 好 那 一定會好聽 下次審 是不是那個 李委員你發言很多輪 是不是我們就先聽 建運鵬委員先說 嘿 鄭委員 沒問題 今天的 開始討論是 其實是 對於這司法改革 本來是活體 本來是慢慢走這樣 那我們也做了價值選擇 就是往參審的制度裡面去做一些調整 那 再討論下去 在這個空間裡面 只要花了兩個多小時 也希望找到說 在程序上面 也可以滿足 很多不同主張 不同選擇的朋友 他們在立法程序上面的空間 可是 再這樣講下去的時候 真的是活體變大體的 真正在這裡就做了 所以我希望說 趕快進入主條 因為其實最堅持的 今天那個邱顯智委員 他也不反對這樣走 好不好 剛才李貴明 那個招偉 你也講了你們的主張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開始 路是繼續走下去 但這個的確我們選擇 我們也要背 大家都 我們也要背這個責任 直播上面 直播上面也那麼多人在看 也沒有錯了 好不好 大家都各自主張都已經講完了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進入討論 好不好 好 等一下 立委員 對 那個 第一個 我覺得就是 其實剛剛總召講到 有一點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他就提到說 米娜也當了很久的在黨 所以對於多數暴力的感受 這個也很深 那我也記得在上次的這個委員會討論的時候 我們在講那個外衣監的部分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應該要把這個貪污自罪的這個 那個在監的人呢 如果他是貪污自罪的話 他就不應該讓他要到外衣監 因為外衣監自然是像是這個監獄裡面的豪華頭等艙 那貪污自罪的人就不應該進去 可是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在講的時候呢 我說那不然對於我的那個案子表決一下好了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那個趙偉的才師是講說 我們在本會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呢 我們從來都不表決 我們從來都是誠意的溝通 那我覺得那既然是誠意的溝通的話 那今天為什麼不能夠誠意的溝通 這個要求其實是很卑微的一個要求 也就是說因為他的基本精神是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不先把基本精神 在朝野協商的過程當中 先決定今天到底是要陪審制還是參審制 先決定了這個架構之後再往下走 因為兩套制度本來他的制度本身就不一樣 司改會提出來另外一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說為什麼不能夠走的一個原因 到目前為止我都還沒聽到大家的意見 就是說司改會提出來說那兩岸並行 那為什麼兩岸並行的一個情況之下是不行的 我們到目前為止我們也沒聽到 然後我們聽到的就是說 今天呢確定是審今天的參審 然後下下禮拜一呢是陪審的制度 然後今天之所以陪審不能夠納入今天的討論 是因為兩個性質是完全不一樣 那我就試問了 既然今天的性質是不一樣不能夠併案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聽到 那為什麼朝野協商的時候 兩個不同性質的東西 就像我剛剛舉個例 民主國家跟共產國家 他不同的組織的東西 你在那個時候是可以併案協商 這個邏輯在哪裡我還請示一下 這不必請示啦 那這沒有規定 那那有些 這個在開庭大家會 認考宅 這很簡單的道理嘛 今天的法案審查 是不是只有排一個國民參審 當然就是國民參審 那你大家的意見 包括邱成先生的意見 包括萬元施改會 施改會的人的想法 我們都以尊重 包括理工委員你也同意 後來就要拜公聽話 再來這個新娘換新娘嘛 後來走後來走 那你先來剛才說 先朝野協商決定哪個制度 我相信你以為哪一個法案 在審查以前先決定 我今天樓校在審查 農民退休 處境制度 那不可能想 先朝野協商 說這制度要怎麼走才會想 不可能的事嘛 另外也不可能有這種程序嘛 那我們 已經 你要說 為了 你 你堅持 今天不可以進行主條 那就大家 在那裡 臉靠窄 你來我往 這個也不對啦 也不需要如此啦 到底清楚就是一回事情嘛 那已經 取得邱仁市委員 大家 尊重 他們也同意 後來 那次 講聽話之後 要做到 這是什麼 後來 新 陪審 大家 聽話 到最後 東西 要做一個制度 那不可以說 現在先說好 這個制度再來 你這個制度就是共產 我這個制度就是民主 或是顛倒 沒有這樣 立法院也從來沒有這樣搞過啊 那個法案 這是 上一屆審 總共審查 剛剛上一屆審查 法律案就 633個法律案 那歷年來審查幾千個法律案 哪來沒有這種程序的 所以朝野鄉先說好 好 我們來審查年金 你先講好年金要怎麼樣 沒有這個程序吧 當然就是 政黨之間的攻防對壘 以及政論述 以及大家去負責 這改革 民主制程序這種 總是如此的 好不好 那就拜託我們可以開始 只要不開始的話 還有要繼續講話 我就 你應該提出 提出發言就進入主條了 一個 那個 市主邱顯智委員 就是我們的主張 你應該沒有誤解我的意思吧 沒有要封殺 我要再重申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主張是很清楚 就是這兩個版本 是有可相提並論性 這個在法律上是非常重要 因為有可相提並論性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對照表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接受 就是司法院版的部分先討論 然後先主條討論 下27號的時候這一週 排這個實力的這個賠審法的草案 然後去主條討論 那兩個版本出了委員會之後 因為我們的主張就是認為說 這個是有可相提並論性 所以這兩個版本 是一個案件來協商 那當然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才能夠 就是說能夠突顯出說 到底這兩個版本的優劣所在在哪裡 我們進一步的去做這樣的比較之後 然後來做這樣的決定 就是說把這樣的優劣可以呈現出來 好 李委員 好 那個我要釐清一點 就是說邱委員跟我剛剛前面講的 唯一的一個差異性是在於就是說 我認為就是說你是陪審跟參審 其實基本上面來講是二則一 它不是一個可以並行 因為陪審的概念跟參審概念 它其實就是不一樣的 它其實就不一樣 所以它是二則一 它並不是能夠並容的 這個是我第一點要提到的 那所以因為它不是並容的關係 所以今天他才講你的案子 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討論 那如果說邱委員將來認為 因為我是沒有提案 那如果邱委員認為說 可以不要採納陪審制度的話 那只要進行參審制度的話 那當然我們今天當然可以進行 這個逐條討論 我也不會有意見 我也不會有意見 我只是單純的講說 我在猜啦 因為可能那個施改惠 只有跟我講大步 他沒有跟我講這個細節的部分 他講說兩岸並行的意思 我猜它的意思是講說 我們因為兩個制度是完全不一樣的制度 那究竟哪一個制度在我們台灣呢 它行使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它其實才是真正人民要的 所以它才會講說 這個兩岸並行 然後去看那個實際上面的成果 然後決定說哪個案子 才是應該我們台灣應該採納的 那這個案子跟剛才 這個邏輯呢 跟剛才總召講的邏輯是不一樣的 剛剛總召講的是講說 我們立法院審了很多的案子 然後有多少幾千件的案子 什麼東西 不可能這個等那個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情形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兩個案子裡面 因為你的基本架構不一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你只能夠二折一 那我們立法院裡面所審的各個委員提出來也好 行政機關提出來也好的法案呢 原則上面來講 它並沒有彼此之間的相衝突性 它並沒有彼此之間相衝突性 所以跟我們今天的情況不一樣 如果邱委員時代力量那邊覺得說 參審制也是可行 也是可行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不反對我們可以進入逐條審 我並不反對我們可以進入逐條審 我們就是主張陪審制啊 我們當然是主張陪審制 因為不可能 邱委員是說主張陪審制 你現在附和然後大家做人情 然後就把這個卡死嘛 是啊 立法院在審查法案的時候 沒有相對非常尖銳的很多 我問你年輕改革是不是這樣 當然七十八也是一樣 太多了啦 一定要走程序 今天程序不能說 邱委員時答應才可以走程序 沒有這回事 也不是說你要挺他 代表你現在好像國民黨在改革 不是這一套的啦 我們要講真的 不要講假的 你一直講什麼施改會 我是覺得 施改會 我都很清楚 他很尊重 當然是立法院 立法院審查法案 就是施改會一個意見 不可能這樣嘛 那他這全議員可以來嘛 我很尊重他的意見 當然 這個他到最後公務節 大家公務節 我明天不是要勇逆他們 民主社會就是這樣 民主社會就是如此 你來當立委你去表達嘛 我是國民黨 我是民運黨 我的立場是這樣 年紀改革衝突多厲害 還是省啊 不是說 不是說 你是嫁給你的真的 不照我的就是嫁的 不然這樣 還很多程序 還有宴會處理 還有你要去提修正案 很多程序都可以處理 事實上是看你意識技巧的問題 和你的主張也會被接受嘛 我只覺得 在談 連球人都沒有意見了 後一百就要 對 你叫我信不去 後一百請不要說 哇 沒有關係 黑人是在談 在審 當然 很多機會可以比較 沒有問題 是不是這樣 我不能說 要先捷徑再來 也沒有這樣 或是兩個參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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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也沒有機會 因為議程不是如此 我是覺得大家講 你是法律人應該很清楚的 我 我呢 我可以講話嗎 請說 我只是要理請一點 今天進入主條省 如果今天是我們要討論的是參參參參之後 本席沒有意見 我也同意剛才總召前面提到的就是說 今天排了議程 本來是兩天的 那當然就是這個大旗討論完之後 當然就是主條省 我不會有意見 但是但是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是真的把陪審也要納入考量,如果不考量的話,我們就直接走,就直接進到那個竹條審,我不會有意見,我先講清楚,所以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如果今天我們是要把陪審這個概念是把它封殺掉的話,如果我們今天是要把他封殺掉,或者是我們今天不把他封殺掉,因為他就是不可能陪審跟參審兩個 原來施改惠他講說,並行是說我們試試看,然後在同時先實施之後,然後看哪一個其實是對台灣最好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我是概念上面來講,我是認同的,因為你一定要試了之後,才知道哪一個是比較好的 但如果今天我們已經決定了就是說,那陪審制度基本上面來講,就是這個制度我們就是不要了,如果你真正的決定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今天當然已經排了參審,為什麼要浪費大家的時間,就直接逐條審啊,這我不會有意見的,但是我要釐清的就是這樣 第二個,我剛剛已經提了,我這次如果是第三次發言,還是第四次發言,我忘了 但是我提到目前為止,我還沒聽到一個答案是說,我是認為他是互相抵觸的 那你如果是覺得說,他既然不是互相抵觸的話,第一個,那你也不用等到下下禮拜一啊,你就已經直接可以談了,今天可以談了,為什麼需要等到下禮拜一呢,對不對 今天可以談,就爭取時效,今天就談了,就不要再浪費大家的時間,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是說,如果今天是不能夠併案審,那我要請教了,朝野協商的時候能夠併的基礎在哪裡 林貴民啊,你人家用課的啦,台語你應該聽得懂啦,不要這樣烏龍轉舟了啦,我抽了最後一句話就好了 既然今天就是國民參省,你就贊成基地審,就是一個答案嘛 以後的發展,以後的發展,就是因為要尊重這些陪審制的人,所以我們在排嘛,排一個陪審制的陪審制法案嘛 那以後的走,會走到哪一個,或是內雙尾,或是兩個並行,兩次的三種並行 那就政黨要負責,到最後,宴會要抑解這個事情,要抑解的啦 所以,程序先行,其他不要再講了 既然你說只有國民參省,今天這個案子也是國民參省 輸主也沒有意見,不然還拿下去,拜託一下好不好,開始啦 我補充一點,就是說這個病案審這個,我從昨天就講到 講到今天早上,那現在就是說,我們是同意說前後審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在這個兩個案件都出委員會嘛 兩個案件都出委員會的話,如果是說,譬如說施改會的版本是排第一個 我們是排第二個,那我們是反對的,因為這樣的話 等於是說施法院的版本過了之後,我們完全沒有機會嘛 所以,我們才會主張,就是說,在這個委員會的朝野協商的時候 必須要這個併程一案啦,併程一案來審 然後讓這個兩邊的這個優劣可以充分的展現出來 是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所以我們才在今天的這個委員會的審查的時候 我們有同意說,前後審,就是現在先審這個施法院的版本 那27號那一週的時候,排實在力量的賠審法的這個草案 好,謝謝 程序的問題我們得釐清啊,程序的東西我們搞不清楚的話怎麼進行 我先再講一次,今天要逐條審,我個人沒有意見 所以不要再去用這個東西來 我現在的問題是說,你參審跟陪審可不可以並行?可以還是不行? 當你過了參審的條文之後,當你過了參審的 我是說院會啦,不是說委員會而已 當你過了院會的決定之後,陪審制度還是一個選項嗎? 答案是,不是,因為它兩個就是二則一 它兩個就是二則一,所以為什麼會你要併案事刑的原因? 我剛剛已經在講了,那如果今天你們是最終的決定 總召已經講得很清楚,各個政黨各自負責 這個我也同意,本來你就是不僅僅你對政黨負責 你個人也要負責,這我完全同意 但如果今天陪審制不是一個選項的話 我就不認為我們今天應該要讓別人外界認為 明明你已經選擇了參審制 然後呢,你還讓外界認為說他有希望,他能夠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就不是一個選項 但是如果今天在討論過這個參審的條文的過程當中呢 你在下一次的下下禮拜陪審,27號陪審在討論的時候 他的東西你會不會把它併案到你的草野協商? 會還是不會?我到現在為止沒聽到 我到現在為止沒聽到,你會不會把它併到草野協商的裡面 那我的問題,假設你的答案是說不行 那我就要問了,過了參審制之後 陪審制他還有可能嗎?他當然沒有可能,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併入草野協商的話 那我的另外一個問題要請教的就是說 那既然你草野協商可以併 那為什麼你今天不可以併 因為你今天不可以併 你回來的邏輯是講說 我今天排的就是參審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對不對? 好,那今天不可以併是因為你今天是參審 那我就覺得說 那你等到草野協商的時候 你不難道也是參審的草野協商嗎? 為什麼你草野協商? 好,我要回答一下 兩個不同的概念 兩個不同的邏輯和遊戲規則不了解 所以會造成你發言的紛亂 我想,我必須很清楚講 你既然講 好,今天參審 你沒有一件就處理,對不對? 然後你要再扣除說 那醫療是要怎麼去加工的事情做 那醫療你的參審 你的評審都還沒審呢 那等一下都審完 大家還有冷靜空間去討論 那至於未來宴會會怎麼樣處理 那是未來的程序性的問題 包括各黨程序性的問題 也許他講了以後 這不錯 我不敢講 我們可以來支持這個 因為我相信 包括你貴源委員 你在這個議題上 你是律師 你有基本的心理和看法 但是過去所討論所走過的路程 也許有一些東西也不清楚 也許曾經討論過 內雙鬼嘛 好不好 兩個 兩種這些都來 可以嗎? 那是後適 今天沒有一個人可以講這個答案 誰說 就對 都沒有 那是後適 連法案連一開始都還沒開始 其實他們要避免 就要好好討論一下 要討論一下 你也陪審 然後你就假設說 我一定要先贏 你都 我問你先 OK再來 沒什麼事情 也沒有這個程序 也沒有這個法律 也沒有這個 任何人有那種情威信 這個 這個還真得去討論 討論 我們還有過程 等於要 開始的時候 當然每一個都會發言嘛 所以 沒有說所謂 你現在 這個 不能併審以後 就不能併處理 現在一定要併審 兩個人不能跳來跳去 你講的話我們都很尊重 那我們就開始好不好 總是 一開始二頂總是要開始 所以現在 好不好 後面的造成一再來吧 所以我們 就是說現在招委 是不是能夠說明 就是說 現在我們是 現在開始都稱招委的話 好不好 就是說同意先後嘛 那到了這個委員會的 朝野協商的時候 是併案審 而不是說 朝野協商是英勇神器 對啦 那還有朝野黨邊 還有朝野的 還有這個委員會的 就是委員會的 朝野協商 我們現在齁 委員會的先前還沒開始 說一後 終於結論 朝野協商 因為表決的時候 態度先弄出來 法案都不必審了 沒有一個人有這個能力 所以這樣 這個條文就是叫這樣 就沒有人說 沒有人不可以審 那另外一整個問 現在就是說 現在就是說 我審過幾千個法案 假設這個 司法院的版本 參審制先處理嘛 然後 27號那一週的時候 這個 我們處理 這個賠審制 這樣好不好 沒有啦 現在就是說 我們現在團體就是擔心說 會不會 這個賠審 他都沒有一個機會 我的政黨 不要講我的團體 我們團體 政黨也是一樣啊 我們就是主張賠審制 那個邱委員 我想早上大家在討論協商 應該就是這個共識嘛 我們今天先把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這個主條 把這個議程我們把它進行 那在下下週 感謝你還是希望我排啦 所以我在下下週 我們這邊也討論 會把你們的賠審法放進去 那至於說以後協商 我想就如同剛剛總召講的嘛 都還沒討論 而且這也不是我個人能決定的啦 縱使在委員會協商 將來還是院會協商嘛 黨團協商嘛 那都還是有無限的可能跟空間嘛 那目前我的職責 我今天排定的議程 我希望是有效率的 所以我們就來進行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的主條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先就直接就名稱 我們現在開始主條討論 請問大家對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 名稱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的話我們就照兩院會賢版通過 接下來討論第一章 張明總則 請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的話我們就照兩院會賢版通過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一條 就是國民參與行事審判法的這個立法目的 李委員 好 李委員 我要請教一下那個 司法院啦 因為那個你的這個 參審的那個條文 我看了一下跟那個 當年的這個官審的條文 是幾乎一樣啦 就是說相似度大概百分之 應該講說70以上是一樣的 少數連條次啊連用語啊大概都一樣 但你在第一條的地方呢 你就加了一個東西 就是說原來原來官審的地方是講說這個 了解其信賴特制定本條例嘛 你中間就是加了一個用語說彰顯國民主權理念 這個我不太懂為什麼參審跟跟主權他有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是不是拜託秘務長說明一下 來司法院請說明 就是說應該是說國民啊 是掌握國家權力的最後的人 所以如果讓他直接來參與司法權的行使 那這個可以彰顯國民主權的理念 因為官審啊在官審沒有這句話是因為官審不能參與裁判 所以說這句話就是兩個就是官審跟參審之間的差異 那那從陪審的角度上面來講的話就是你認為陪審的部分也是有這個更能夠彰顯國民主權的理念嗎 跟跟委員回答這個問題齁 那麼陪審他基本上就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原因 就在於他基本上沒有辦法由44378號解釋啊容納進來 因為44378號解釋啊他只承認到就是由職業法官啊跟非職業法官共同審理 不能完全由非職業法官來審理 好來邱委員 醫師長你說是自378號解釋 他沒有承認說不能夠由這個全部都是由非職業法官審理嘛 但是問題是說這陪審制也是一樣啊 他只是說這一個這個陪審員決定罪的部分嘛 那刑的部分還是有 而且他的狀況是說這個陪審員在那邊的時候中間還是做了一個法官嘛 那法官在指揮這個訴訟指揮 那之後呢刑的部分還是由法官來做決定嘛 那所以就這部分看起來他的差異只是在於說到底這個法官跟這個所謂的陪審員或參選員他參與的程度到哪裡啊 那試之378號解釋如何能夠得出說在這個司法院的版本裡面 他必然的一定要採取這樣的參審制 來 民主長 不是 跟委員報告 我們那個結論還是在378號解釋啦 那委員有用這個角度來看378號解釋啦 那這個是我們覺得委員有誤解啦 好 那這個第一條我們是不是就照兩院的會選版來定 就立法目的 好 第一條我們就照 這個我們有意見啊 初委員你們那個精神是在講陪審啊 對啊 他就這一個就是說他一定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定義說 能夠符合的這一個這個我們的法治序裡面能夠符合只有這樣 好 這個秘書長的意思是說只有參審制才能夠符合這個大法官解釋 或是說你我不知道你的依據是什麼 說大法官四字378號解釋 所以司法院現在認為說一定要採用參審制 而不能夠採用陪審制的理由是因為大法官四字378號解釋嗎 這個當然我們是為我們的選擇負責嘛 所以我們這樣說啦 等到要審陪審法的時候 我們看看你們的條文的用語 我們也再表示意見這樣就好了好不好 對啦就是第一條我們今天的前提就是在討論這個參審的制度 那就看這個立法目的上面 大家覺得是夠還是不夠 或者文字上要再修正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第一條我們就照兩院的會審版來通過 沒有 但是這個第一條我們是反對的 我沒有表達我們的立場 對我知道你反對只是說這個部分理由上面你是從陪審的角度來出發嘛 對啊因為我們覺得說像他這樣的制度的取向 然後說一定要是採取這樣的做法這不能夠認同啊 因為我國的法制因為現在陪審制跟參審制討論了這麼久 那也沒有說在他這樣的解釋會變成是說好像我國的憲政秩序裡面並不能夠容納下 形式這個陪審制度啊 那這當然是沒辦法接受啊 他的寒涉範圍沒有那麼廣吧 他只是在定位說我這個國民參與行程審判法 我的立法目的的要彰顯的意義吧 他也沒有去就陪審或者其他的去做一些限縮或者是解釋啊 他就是說第一條這個部分司法院應該要回答是說為什麼在陪審制然後在參審制之間你的政策的取向是什麼嗎 而不是說我的依據是4-378號解釋啊對不對 那就請司法院來說在參審跟陪審之間你們在這一屆還是提出來是參審你們的依據是什麼 那我們彭金展來補充好了 來回答委員的這個這一部分的意見 那國民參與行程審判最主要就是在行程審判當中呢可以把國民的聲音引進來 那同時呢在跟法官共同審判的過程當中 能讓法官的專業知識在這個一路上呢能夠讓對國民法官適宜 那在國民法官對法這個法條充分的了解的情況之下 做出一個妥適的這個判斷 那比起陪審團的這個陪審團的這個陳雲來講 他們從頭到尾是沒有法官參與 那在整個過程當中我們也不知道裡面是發生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對於我們現在的這個專業法官 他要回到他的審判當中去行使其他案件的審判職權 也沒有辦法從中啊得到一個學習 所以呢目前呢我們希望從職業法官完全來這個進行這個刑事審判 要走向人民參與的另外一端的話 我們希望行序漸進以穩健的態度呢先跨出這一個這個步伐 讓法官跟國民法官共同的來這個做這一階段的這個參與這樣的一個程序 謝謝 好 李委員 主席正在這邊宣布一下 我們上午的會議時間就進行到12點30分 好 李委員請 那個邱委員 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啦 就是說 因為我們還是要解決問題嘛 還是要解決 而且這是很重要的 我會建議就是說如果司法院不介意的話 要不要把那個彰顯國民主權理念刪掉 刪掉幾個字之後 然後第一條修正通過 大概就可以解決這個顧慮 這個司法院會不會就是說 把那幾句話刪掉 如果沒意見的話 邱委員是不是同意就是說 那我們就可以走到這個第二條 還是你認為不行 沒有 因為現在我們是主張陪審制嘛 所以在他的這個參審的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不會同意他的參審的這個取向啊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大法官適制378號解釋 他是在處理律師懲戒的問題 那如何能夠從大法官適制378號解釋 得出說 這個不可以有這個陪審的制度 然後只能選擇參審的制度 這個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這個可以請秘書長說明 因為從大法官378號解釋 為什麼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緬長你就嘗試從政策面來講嘛 因為這就是我們司法院跟行政院 決定的刑事政策嘛 從這個點 政策面來講齁 就是說那個 因為陪審的判決不負理由啦 原則上他是就是一字決啦 所以那個基本上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啦 事實上這個第一條也不至於會扯到 要不要要不要採陪審啦 第一條我們就是這麼簡單 事實上你們的陪審法 你提出來也可以套用這些文字嘛 但是就是你讓我們這一條過了 你就表達意見啦 那將來您陪審法出來 我們也表達意見 這樣都夠了呢 可不可以啦 那是因為李委員 剛剛你才岔開的問題嘛 就不用這樣嘛 剛剛大家第一輪了 我們現在請第一輪發言的 蔡宇 蔡委員 我覺得每一個制度 一定都有它的優點跟缺點啦 那參審有參審的問題 那陪審一樣有陪審的問題 所以秘書長 我覺得你在於 今天在審國民法官 也就是參審的這個制度的時候 我感覺像你剛才說的 我覺得我們既然 司法院跟行政院有態度 您要閃對您現在支持參審 要講的更有信心 比方說你說陪審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沒有所謂上訴的概念 他希望都是在一審 那二審的時候只剩法律審 這是陪審的一個架構 那國民的感情 他現在有辦法說 我如果走我現在原始的程序 我是有三審的救濟 我走到了陪審的時候 我可能不是那樣 那會不會讓人民在適應上 會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他跟他原本對於期待 我有三審的救濟的不同 我剛剛秘書長 你要把這些事就大方的講出來 然後讓在場 以及說有在聽這些轉播的人 知道說這個制度的選擇 是為什麼我們選擇什麼制度 對像我在上一屆 我也是有提出陪審團的一個法案 我也是有提出來 那我認為陪審團 也是台灣應該要走的一條路 但是你們現在有不同的一個想法的時候 我感覺說你站在行政單位 以及司法院的立場 你們認為這個制度上的優缺點 以及你們選擇參審 你認為他的優點在哪裡 你一定要更大方的把它講出來給大家聽 好不好 是 感謝委員的補充 等一下我們讓第一輪發言的劉委員發言 好 我也想針對這個部分請教一下 如果你就自意上來看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 或是共同參與這幾個制 一定就是所謂的參審制 然後沒有陪審制 這幾個不同的制度上面嗎 那我們可以看到送到立法院來審查的時候 他是由司法院跟立法院共同送到立法院來 那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 表示這個司法院跟我們的行政院應該有就國民參與刑事審判 做過充分的溝通 不管是在未來的這個制度上面會讓這個司法的透明度可以說得更清楚 我覺得法務部也要代表行政院來闡述一下你們的意見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我從字面上來看 我看不出來這個東西就是否定陪審 看不出來 那為什麼一定要在拘泥這幾個字 看到參與這兩個字一定就是參審呢 所以我覺得這是怪怪的 除非說我們的國文基礎不夠好 那我是想說是不是也請法務部呢 也就這個部分可以代表那個行政院來就這方面 提出你們在政策面上面 為什麼會比較支持司法院這個國民參審的這個制度上面 提出你們的說法跟看法 因為我也知道說我們的很多法案藉其不續審 那更是很多新的委員是第一次參加司法法制委員會 可能上一屆的時候你們已經像年過已經流過 但是這次的人都沒有聽過 所以也要讓他們聽看看 我是覺得說這樣子 可能在我們很多資訊的揭露上面 會讓委員可以做更好的判斷 跟支持或者是不支持 好嗎 謝謝 謝謝劉委員 那我們就先請司法院民主長說明 接下來請行政院就是法務部蔡智長說明 來林秘書長 你先說他還有鄉政宜說 我還是強調我們之所以不踩陪審 是因為就是你陪審他踩原則上踩一字訣 另外一個他判決不負理喔 第三點就是剛才蔡委員補充的 你如果原則上一字訣 他原則上就不能上訴 這個百姓我們的國民一般大概不能接受 只是說一直在講陪審陪審 電視上看也都看美國劇 所以大致上你跟國民這樣講 你如果讓他了解說 那補充裡面是沒有理由的喔 那補充其實不能上訴的喔 你這樣講他就嚇到啦 你跟他講清楚他就嚇到啦 那那個另外就是一字訣做不成的時候 那個重罪的被告已經計要快要集滿 那你竟然那個案子要退回給檢察官 那你下來你接著要放人耶 百姓可以接受嗎 我們的國民可以接受嗎 好來那個蔡市長 我們行政院啊 那麼我們是贊成這個國民參審 理由是第一個陪審這個變動過劇 這個我們從媒體去看到陪審的運作看起來很爽 但是有參與過實務運作經驗的人都知道 這樣的一個由不具法律專業的國民 完全獨立來做成判斷 依照諸多的實證經驗來指出啊 那麼他確實比較容易受外界資訊影響甚至誤導 這個有留於人民公審或議論審判的發展 甚至違反無罪推定的原則 遷害被告的基本人權 據說法律的體系啊 我們通常認為是詳細漸進 我當然希望一次就圓滿到位 但是我當然希望所有的法律不論輕重 所有的類型都能夠進來 但是你要看看我們的法官他有沒有辦法負荷 從諸多的實證經驗演變看來 我們所有的一些體制他要真正能夠落實都要循序漸進 所以從我們的完全有職業法官 中間在經過國民參審在那個經驗 這是一個比較可靠的一個進程 再來判決不復理由 這種沒有經過審判的老百姓只在看戲 真正他到時候一個案件大家都認為人人皆約可擦 判決出來結果完全窘異 這樣的一個社會氛圍有辦法接受嗎 再者參審比較沒有違憲餘力 我們不是說陪審一定有違憲 但是他有違憲的餘力 那參審制比較沒有違憲餘力也可行 那麼這個參審的一個運作啊 那麼有助社會多元價值的對話跟交流 那麼這種變動不至於過去讓老百姓一時無法接受 而且能夠達到尊重人民意見的改革宗旨 那麼我們從國際所有的民主先進國家 原來採陪審之後修正改弦更章採三審之力 有德國有法國有日本不是 好像委員所講的說只有日本的法律 那麼只是說我們接近鄰近的日本 他們所採用的不論我們國民的一些背景習慣各方面都比較激進 所以我們參採日本是一個比較可行的 那麼人民參審這個就是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過去的法院法官那麼被人家唸稱是恐龍法官 那麼很多是因為老百姓沒有去接近那些審判的過程 如果讓人民來參與有助於提升審判的一個可信度 那麼這些啊經過一些實證的調查確實是如此 那麼被告對於適用人民參審參與審判制度啊 這個比較有一些選擇權啊 那麼有關於國民法官啊那麼在毫無經驗 那麼經過一些海選進來啊 如果能夠跟職業法官一起合審合判啊 這個事實上這比較能夠減少一些他沒有專業沒有經驗的一些疑慮 所以中上啊我們有關於官審我也是參與過 那麼官審是只可以官不能判 所以官審之所以沒有被採用的理由是非常的明確 我一開始我就對官審是採取反對的一個態度 那麼所以說我們從官審到陪審之間我們找到了一個國民參審 這樣一個很務實我們並沒有說我們一個呈現 非要什麼樣的一個制度才可 但是我們國民很需要一個制度不是大家這樣子 冗長的討論沒有辦法決定 這樣一個經驗在上一個會期就已經彰顯無遺 我們還要認定那樣的一個程序大家都無限上綱的討論 結果我們國民因因期待的一個制度結果沒辦法落實 所以我希望說大家能夠體認諸多上開的一些論證啊 那麼能夠讓這個國民參審早日到位 而且我們在如果大家能夠成就在20也就是100 12年我們1月1號就可以施行 這個是我們行政機關的一個意見謝謝 好 謝謝蔡智長 好 邱委員 謝謝蔡智長 那剛剛智長有講到就是陪審制有違憲的疑慮 這個部分是不是等一下可以請智長再說明一下 我真的看不懂說到底從大法官四字三七八號 解釋這個律師的懲戒的這個制度如何推演出說 這個陪審制有違憲的疑慮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剛剛秘書長有談到 那你不可能看著這個美國的影集 然後就想像說陪審制這個部分 會就形成是這個樣子 那我要問的是說 那參審制啊 根據第一條這個參審制 那秘書長有參考過哪樣一個國家 有哪樣一個制度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從頭到尾講的還是日本嘛 因為德國的法院我親身去看過也旁聽過非常多次 德國的這個參審制度也不是像司法院所提出的這樣的一個版本 我剛剛說了就是說你是要讓人民參與審判 那不是說搞到最後是人民沒辦法參與審判嘛 今天你施行的這個制度 你上那剛剛次長也講 上個會期經過很多的討論 那所以為什麼會有很多的討論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爭議非常大嘛 在法界也有很多不一樣的看法 那既然爭議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爭點 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就是說你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那適用的範圍這樣的案件 事實上才一千兩百件 結果這個會期司法院送進來的這個版本 竟然沒有去解決這個問題 反而又把這個能夠適用的範圍更縮小 所以這相信這是很多人是沒辦法接受了嘛 現在司法院把它定義為說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才可以適用這個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 那件數就只剩下六百件 那我要說就是說包括剛剛蔡宇委員 他說在上個會期在上一屆的時候提出的 這個賠審法的草案也好 或者是油美女委員的版本 或者是其他實在力量版本 也不可能說限縮到這麼窄的範圍嘛 所以看來看去 司法院的版本 就是只有參照日本的制度啊 那我們不要說歐洲啦 不要說美國不要說英國 現在事實上在英美各國實行賠審制的國家 只要五十幾個國家嘛 那就算有實行參審制的國家 歐陸的國家也沒有像司法院的版本這樣 弄得這麼窄 更何況上一屆的時候不是這樣 這一屆又更窄了 那台北地院如果實行這樣的制度的時候 只有四十件 四十件裡面我剛剛講的 四十件裡面你的這個國民法官六個人 台北兩百多萬人 一年裡面能夠被經歷過 這樣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人 可能這個了不起兩三百人 所以這樣的狀況怎麼有辦法去 這個讓人民可以參與審判 那我當然同意次長的說法說 好那我們要這個不要一步到位 要循序漸進避免衝擊過大等等 這樣的狀況怎麼會有任何的衝擊 沒有衝擊啊 那所以如果按照司法院規劃的這個版本的話 以這樣的建術啦 我說我們的陪審法 這個司法院的版本是定在第五條 這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第二是全款情形外故意犯罪 因而致人於死嘛 如果實在力量的版本 這個第六條規定說 我們現在是規定說被告所犯罪行本行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假設陪審法 這個陪審法草案把它定成跟司法院一樣 這樣的要件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也是一樣六百件啊 那對這個現行的體制 哪有什麼不能夠因應或什麼樣的問題 根本沒有這樣的問題嘛 那所以你現在這樣的制度 說實在的講來講去 你說你的批評是說啊 不可以說人家是看了這個美國的影集之後發現陪審制的狀況 事實上國內有非常多研究陪審制的學者 人家根本就不是說不了解這個制度 然後去看了這個影集 然後認為說陪審制的狀況就應該長得跟美國影集一樣 所以去引進這個陪審制不是嘛 這個事實上在台灣 包括民進黨的黨綱裡面都規定陪審制 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已經 有太多太多的討論 也有太多學術的文獻了嘛 反而是你必須要面對一個 真的你必須要面對協界的一個指責的是說 或者是說一個這個結問的是說 那為什麼即便你不採取像英美這樣的陪審制 像這五十幾個國家的陪審制的話 為什麼你非得要採用這個日本的這樣的一個制度嘛 好那我們遠的不說 好邱委員是不是那個我們濃縮一下 你大概三個問題嘛 第一個就是說請蔡市長來針對說 有違憲的疑慮這一點再具體回答 第二個就是案件的適用範圍 我們是不是到第五條再來討論好不好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剛剛 為什麼是其他世界各國 好像只有日本是採用裁判原制參審制 為什麼我們就獨鍾於日本的裁判原制 這個部分我們先限說好不好 不然我今天也聽得分一下 一分鐘還說到 就是說你說這個日本的這個制度 同樣都是在這個亞洲 然後有相同的什麼樣的狀況的情況之下 那奇怪了 那明明香港已經實施了陪審制一百六十幾年 香港事實上也用繁體制啊 那他也實施了這個陪審制一百六十幾年 那你為什麼不參考香港的陪審制的這樣的規定 所以我們的這個第一條這個狀況 看起來就是你的取向你的選擇 感覺就是非常的致意性的 包括說第五條從去年七月 去年七年以上有期出現 現在擺成十年嘛 那你上一屆的時候難道你沒有經過這個非常謹慎的去評估說你的農量到底有多 所以這個這個民主黨我真的覺得說這樣的狀況 要怎麼能夠合理的去說服大家說 那現在司法院所提出的這個每年只能夠做六百件 六百件是說第五條還有第六條 好那我們是不是就請司法院跟法務部來一起回答 來民主黨先 對就是為什麼只為什麼世界各國就採很多的陪審制 那為什麼就只有日本是採參審裁判員制 為什麼我們是就是去採日本的裁判員制 就是歐陸也有很多參審制 那蔡次長香港也是亞洲的地區 所以我們就是要教日本而已 其他各國英美各國我們怎麼不要學 那蔡次長你就是說 針對陪審制有違憲之疑慮這部分 待會請你說明 當然我們覺得日本的國情跟我們的國情比較接近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理由 那麼那憲政上的理由 我們最重要考慮三七八號的解釋 好其他的讓我們法務部來回答好不好 好蔡次長你再說 講違憲這個比較嚴肅了老百姓也聽不太懂 都針對委員剛剛所講的 其實委員所有剛剛講的一些這個國民參審的問題 包括只有六百件 這個老百姓怎麼會有參審的感覺 其實我們要讓老百姓有感覺 我們到街頭去民粹喊一喊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感覺 但是如果要真正進行最嚴謹的司法程序 那麼你要進行這樣一個程序 必須要這些檢察官 這些法官跟辯護人都有相當的訓練 所以這個國民參審的制度 如果一成行了 是不是馬上就可以進到法院裡面去 就可以來運作 他還是必須要相當時間的一個準備 所以不管是陪審或者是國民參審 都會面臨這是所謂建樹的問題 而且大家一直看到說美國看起來陪審 好像運作得很如常 事實上各位可以看看 在美國認罪高達九成 在台灣的司法運作幾乎無案無罪 不表不表意義不表不上訴的 所以如果說三年不要說每一件都來陪審 如果三年以上要來進行陪審 你想想看這要動用多少個人力物力 我們今天限縮在六百件 只是因為說你看司法院的法官 還有我們的國民法官 包括備位的 你這個要弄進來的時候 這個都弄到大家都認為說要大動干戈 那你將來的陪審 我們不是說陪審不好 我們從來都沒有去否定過陪審 但是這個陪審很好 問題你要落實到民間 讓老百姓能夠運作能夠接受 這個是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那麼我講到違憲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不是我講的 這個都可以討論 那麼陪審制度它的特色大家都知道 那就全部都是由這個國民來組成 不受職業法官來干涉 那麼獨立來認定這個犯罪事實是否成立 但是我國的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後段就規定 沒有經過法院依法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沒有依法令程序之逮捕 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那麼司法院大法官的會議解釋也有392的殘明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可規定的審問 是指法院審理之訊問 其無審判權者既不得為之 則此兩項所稱的法院 當時有審判權之法官所過程之讀任 或者是合議的法院之位 可知道法官已將憲法第八條的法官限制為狹義法院 這個成員僅限於職業法官 則陪審是僅由一般國民組成的陪審團 決定被告是否過程犯罪 法官被排除在此一決定之外 恐將產生這個違憲的疑慮 所以在這裡啊 我們並不是把這個所謂陪審 我們自己呈見認定說因為他違憲 所以我們不去參財 我們也一直認為陪審是一個非常好的制度 問題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的老百姓準備好了嗎 我們的法官包括今天光一千兩百件 他就不堪負荷 何況是要六百件 所以我們也要請各位委員能夠務實 要可行的 那麼去看待未來啊 那麼當第一件的國民的參審案件出來的時候 如果那個結果令我們所有的老百姓花然 那麼這個制度啊 終將也是無以為繼 所以何況是全由這個法官 沒有職業法官參理的這種判決在內啊 那麼那產生的那種落差啊 那不可想像謝謝 好來邵委員 是邵委員 那次長 因為你是我的家長的學長 但是因為我的職責所在 我也想要跟你問一下 第一 我覺得齁 有兩個點啦 一個點就是說你說六百件這個齁 我真的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參審制的國家還是很多 歐陸 日本等等還是很多 但是你這個案六百件如果 真的我去查過那些文獻 我真的沒有看到過 有一個實施參審制的國家 他一年的參審 他只能處理六百件 一個這個台灣的刑案啊 每年是二十萬件喔 二十萬件 那你說要人民參與審判 你說要實施參審制 結果你每年 去年是說一千兩百件 現在是說六百件喔 有哪一個國家 我現在就是要問次長 有哪一個國家 他的這個參審制實施下去之後 一年啊 只能處理六百件 真的找了老半天看不到 那第二個 而且我必須要說 就是在德國的那個參審制的狀況 不管是你在地區的法院也好 每天持續進行的參審制的案件 一個法官旁邊做兩個穿牛仔褲的 案件非常多 因為他的這一個要件 他的刑度不是說到十年以上有期推行之罪 絕對不是這樣子 那第二個你剛剛提到那個違憲那個 我就是都會覺得很 怎麼講 就是說大法官三七八號解釋 是在處理律師懲戒的問題 大法官三九二號解釋 你剛剛說的三九二號解釋 是在處理到底檢察官有沒有羈押權的問題 所以這跟國民參審或是陪審 一點關係都沒有嘛 現在的狀況就是 這個羈押就是由法官 而不是由檢察官來行使 這個部分在法界沒有人有任何的疑義啊 所以你說用四字三九二號解釋 四字三七八號解釋 然後可以推導出說 違憲這個陪審制有違憲之餘 這個真的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保留 那我針對這個剛剛 我一直在問秘書長就是說 到底為什麼 你假設國民參審已經有五十幾個國家是陪審制 而且那個陪審制是人民參與審判 恐怕是這個歷史上的眼鏡都是最古老的 那參審制這個東西有很多的國家 那你去學習了一個日本嘛 那你的回答是說 因為日本的國情跟我們很像 所以你必須要去選擇這樣的方式 那第一個這完全沒有論證耶 這完全沒有論證 我覺得這完全沒有論證啊 如果是我國的法制度 因為我國的國情 我國的民情跟日本很像 所以這個制度就應該要去學習日本的制度的話 那今天我們在這個上面這個六法全書 就不是長的這個樣子嘛 今天不管是教育部的公費留考 或是法律系的學生 每年大量的學生去留學的國家 有美國有英國有德國有法國 當然也有日本 但是呢 並不是說我們今天我們的國情跟日本相似 這個理由太奇怪了 當然日本的制度日本的法制度 也有它的優越之處嘛 但是不是說是因為它的民情跟我們很像 所以我們去學習 那這樣的話 院長為什麼要去戈林根讀公法 許院長為什麼要去戈林根 然後去學習 然後得到這個法學博士回來呢 所以這個理由實在是 我是覺得完全沒有論證啊 好邱委員謝謝 我想到底有沒有違憲之餘啦 這個大家在法律學界大家假說已說 那當然也沒有定論啦 也沒有人都拍板啦 那因為也不可能到那個司法院大法官裁判 憲法法庭去審判嘛 那只是說今天一個政策的選擇 行政單位有這樣的考量 那做這樣的一個取捨啦 那因為上午的會議 剛剛主席就說 我們進行到12點30分 那我們現在休息 那下午2點30分繼續開 不繼續開會